欣赏动漫魅力聊过你的心弦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相信很多外出的人都有租房的经历 那么你有遇到过奇葩的房东吗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画家和奇葩房东的搞笑短片 在一个独家的小院之中 生活着一个瘦小的老人尼克 这天他接待了一位寻找房源的租客大壮 而出租的房间是坐南朝北的 阳光充足 可是还没等大壮对于这间房提出意见 尼克就拿出了钥匙 欢迎他入住进来 就这样大壮开始搬行李 不过这家伙的身板还真是不错 柔韧度简直杠杠的 在一趟趟的搬运过后 大壮从画板之中掉出了一张纸 而房东尼克刚好看到这一幕 原来这是一张画家的荣誉证书 刚坐下休息的大壮便门铃声吓到 出去查看才知道尼克是来还证书的 但是大壮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还把尼克拘之门外 这刻把想搭讪的尼克 整个一脸都懵逼 难道这孩子受啥刺激了 可是看着手中的证书 尼克更是虚脱的躺在了沙发之上 原来画画一直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迫于生活压力 他选择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突然又是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原来是尼克看着大壮不开心 就来陪他喝茶 大壮看着这个自来熟的家伙 也是一脸的无奈 之后尼克更是有声有色的 讲他认为有趣的事情 而大壮也只能听之认之 讲到动情之处 尼克还兴奋的摔倒在地 这可真的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呀 早上大壮无精打采的起床洗漱 然后拿起公文包 一脸疲惫的去上班了 而尼克为了和他打招呼 差点把金星养的花草给淹死 晚上大壮怕尼克再来找自己喝茶 就偷偷摸摸的回到了房间 没有想到尼克早就已经自备了食物 等在了他的房间了 就算大壮的房间根本就没有收拾 但是也阻挡不了尼克想要和他聊天的心情 几瓶酒下肚之后 大壮竟然变成了独眼龙 之后的几天 尼克每天都会出现在大壮的房间 紧直把大壮搞得头都大了 大壮本来以为仍然就好了 却不想尼克竟然意外的打翻了大壮的画板 一时之间像雪花一样的画 从画板里面飞了出来 这时尼克发现一张画被弄脏了 大壮见状就想拿回来 擦一下就好了 没啥大不了的 却不想他竟然越擦越脏 大壮本来想处理残局 却意外的摸到了电闸 被点得七荤八素 生气的他 推开了前来扶自己的尼克 还让他赶紧离开 尼克看着自己闯下大祸 就灰溜溜的离开了 看着已经脏了的画作 大壮把他们全部扔在了门外 早上天空下着大雨 大壮还是一如既往的五金打彩 没有想到他走之后 镜子之中却依然呈现出了他的身影 只是这个大壮要从容一些 这一次大壮并没有 见到经常在门口等待自己的尼克 他本来想进去查看 可是又感觉尼克还在生自己的气 于是他把丢掉的画给剪了起来 可是画中的女子仿佛有了生命 开始频频起舞 还把她的手变成了彩色 大壮见状立马就有了灵感 然后进屋摆起了画架 开始创作起来 而他每画一笔 女子都会给他指引 最后大壮和画融为了一体 早上尼克再一次端着茶杯 找大壮喝茶 却没想到 一个不小心钻进了画质中 可是他并没有害怕 而是把茶具拿了进去 相信此时的他们 在画中都有了新的耽误和默契 已经能够和平相处的 坐下来谈心了 话说这样的奇葩房东真是少见 不知道你们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房东吗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